不充就好了 他千万不要 就是还千万不要在那种家庭出世 遗仇的人 不要在那种家庭 哎呀让他长大啦 小孩子以后就没事了啦 千万不要 要支配着他成长 所以家庭很重要 如果你的命格是遗仇的话呢 也没救了 你都几岁了 对啊 我的孩子是遗仇的 那你要好好的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 比如早上起来 Good morning Daddy Good morning 妈咪 这样子 要让他有这样 而且遗仇的人 要让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 去洗洗 不要 小便说小便 大便说大便 不要去嗯嗯 不要这样子的 懂吗 要记住 有一些 如果你们的八字里面 你们没救了 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 八字里面有很多笔尖 很多劫财的 懂吗 笔尖知道是什么吗 笔尖劫财的 一定要让他 比如说 我的 这个孩子 他的八字里面有很多笔尖和劫财的 对不对 那就要让他 train让他叫 让他叫 哥哥 姐姐 二姐 三哥 四弟 这样子 要让他学会叫 不可以叫 阿林 不可以 阿丹 不可以这样 懂吗 要记住 如果觉得孩子很难养 这孩子一直养养不打的 很难养 那你就要叫他名字 郭富城 来 这样 你就要这样子 范冰冰 来 快点 去洗碗 你要联名戴姓教 他就很快长大 知道吗 那么 如果这个孩子 你生不起他 就是 他是 这个 我们叫三娘傻 你就生不起他的 那你已经把他生出来了 你又不能做他父母的 你就叫他 他叫你叔叔 现在不用了 现在不用 因为以前就不可以叫爹娘 爹娘 爹娘 不可以叫 那怎么办 那现在叫 叫什么 Daddy 妈咪 可以了 因为古代没有Daddy和妈咪 对不对 我们就叫Daddy妈咪 或者是爹爹 还是弟弟 懂吗 所以不要叫爸爸 妈妈 不可以 这个很重 但你可以叫他阿玛 阿玛你们懂啊 那有文化 我阿玛叫我回家 以后你再跟你朋友讲看看 我阿玛叫我回家 所以女命 还有这里 这里不可以太复杂 这里太复杂的话 会影响你的一生的运势 一生的婚姻 和一生的家庭 底下那个红色的 那个我们叫做 肠和肤心 看这里 你的肠 这个叫肠 你的肤心 是这个 不可以太复杂 怎么样叫复杂呢 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好 女命组 如果这是女命 难得良缘 一辈子 要得好的姻缘 很难 十个遗筹 四个 再结婚了 够高营 不错 那个聘礼 多收几个 也不错 你看四点金 这样子至少四次 对不对 挺好的 好 那怎么去化解这个 如果你是遗筹 怎么化解 选一个 这个成日 满日结婚 就比较 比较能够破解 选日子结婚 还有 不要看到太阳 就嫁出去了 知道吗 太阳没有在 你就嫁出去了 然后过门了之后 太阳升起来了 你就可以跟太阳 你 你 你 souai see 这样子 但现在有人玩臭 不见羊 入 入 嫁取 他 遇上 哪一伞 哪一伞不是 哪一伞是因为什么 那天是伤日 或者是那天的时间 是 那天的日是好日 时是凶时 那没有办法 一定要在那个时间 所以他们就撒盐米 在他的上面 撒盐米 让小鬼不要附身 不要不要不要跟着他 让他顺顺伤日 好 所以啊 遗筹遗筹的人 十个遗筹啊 十个呢 还会再婚的 好 想要避免的话呢 就要选好日子 就可以了 很不容易得到良缘的 很不容易 他 他对人家很好 但是人家在意外表 这样子 好 不是说他们不好看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好 因为刚才有几个 几手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男命组 事业上有大发展 有大发展 就是刚才 那个 我 会没 我看了觉得 有一点不准 他的病有大发展 干扰了 乃全靠 贤妻之助 所以你看到那个脸吗 有没有大发展 对不对 不是他啊 是另外一个 那个 他这些 要靠他的 他的老婆 所以他一定要 娶到一个老婆 是一个贤妻的 什么叫贤妻 贤妻不是帮你 烫衣服厉害 那个叫妹 那不叫贤妻 现在的贤妻 哪里是烫衣服了 洗衣服 谁要进去 不是贤妻 不是跟古代一样 以前一样 贤妻 遇到事情 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你分析 在你最烦恼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样退 让你去烦 这个是最好的 就像我老婆一样 他很喜欢跟我说 如果我写东西 到太乱了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 他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发脾气的时候 他会说 好 我等一下才跟你说 他会用这一招 那就对了 对了 所以是好的 这是对的 我喜欢这样 对啊 我们继续说这个 女命主 经常都会 为了老公的事业而烦恼 奇怪了 老公的事业你烦什么 女人 这只有女人才知道 女人啊 你会烦你的老公的事业 那你说你的老公的事业 是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不好啊 你看那么坚决说不好 先生的事业发展 经常面对不顺 所以你会烦恼 也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老公的 这个 遗仇的 遗仇有没有 遗仇 这个 这个八字 有没有人 是遗仇的 没有啊 有啊 结婚了吗 没有啊 那就不要管 为什么呢 可能你自己做生意吗 对吧 我做生意 我是卖糖果的 那 我老公的事业啊 他就 因为你卖糖果 人家要就买 不要 有时候你会free 给人家一点 你有你的做东西的风格 但是你的老公呢 比如说他是 做装修的 就每次 为了一点点小事而烦 所以 在 遗仇的女人 他们比较 会知道怎么样去安排东西 思考 这个就是个意思 遗仇 记住哦 遗仇命的人 你的命是遗哦 不是丑哦 你要记住哦 要记住 嗯 好 那么 OK 遗仇 遗仇日主 无论男女 无论男女 管不住对方 另半 脾气大 如果还没有结婚 那很好 因为另外的脾气比较大嘛 所以还没有结婚 慢慢去找一个没有脾气的 时常都有 无形的压力 这个遗仇的人 很容易有压力 很容易自己造成自己的压力大 所以不要 玩股票 因为股票会时常让人疯的 今天你笑笑 哇 什么上了 什么五点 什么八点 什么的 明天一无所有的 所以会让你疯的 不要玩这种刺激的东西 就对了 那脾 另一半的脾气有点大 所以遗仇人 还没有结婚很好 就慢慢选 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他 你脾气大不大 大 我要买的 他跟你说 我没有脾气 更不要 你龙头买掉 所以要记住 还没有结婚的 陈 五 未 虚 这四个出现就很好 这四个出现就好 在姻缘的路上 在姻缘的路上 这四个出现 龙年也可以 三月也可以 华人 华人 马 马年也可以 五月 华人五月也可以 六月也可以 虚狗 狗是九月也可以 农历 九月 这些出现 那你就要 make sure 你要跟人家放电 女人呢 其实有时候 应该要放一点电出去 不要太过 太过 有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电 你懂吗 人家看你 你就学一下 笑一下 这样子 那很好 人家来 可以不可以要你的电话 做什么呢 料 就是要泡你嘛 对不对 有些时候挺不好的 还有 记住 这里有一个诀窍 如果女人 想要有男朋友 没有哦 没有你要哦 你不可以有男朋友 你还要男朋友哦 有男朋友 还有一个男朋友 就叫 Gana Sai了 你懂吗 不是Gana Star 是Gana Sai 那第一 注意这些日 注意这些年 我家里想要放一些桃花的东西 粉红的水晶 用这些日子 用这个时辰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不管是吉凶 你都可以用的 还有 尽量穿 闲的衣服 闲 闲不是Gana 我们不是有用神 洗神 对不对 用洗 闲 愁 记 那个闲 不是那个闲 什么来的 人有这样吗 八字有这样的吗 有用的颜色和喜的颜色 你要多用 这样你会孕替会好 记的颜色和愁的颜色 尽量不要用 愁人的愁 尽量不要用 对不对 闲是中间那个颜色 要多用 你的因缘 的 我是说没有 没有对象的 有对象不要用 没有对象 你多用 会很好的 闲 闲 闲 減 英文叫減 闲 那个不是那个闲 是闲 闲 以某 以某 命组 以目 特别喜欢 对方站在他的立场 因为都是以目 你看 全部都是以目 以目 以目 全部都目 他喜欢你站在他的 以目的立场去想 无论是男女 那么男命 男命组 男命组以目 比肩 飞龄 夫妻公 容易 离婚 容易处在离婚的边缘 很容易的 动不动就 离婚了 动不动 下 离婚了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个的话呢 尽量缓 尽量去 缓和 千万不要 离婚 离婚 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跟他硬 女命 如果这是女命呢 赋予你 多不和睦 怎么办 不要找婚 只要我们的八字 这个底下 看到笔尖 不要找婚 Remember Don't 假 搞 In Remember 女命 三观望着 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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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观望着 不容易 天长地久 不容易 所以 这个 姨卯 然后我们看到他三观 哇 那么多 三观 天长地久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记住 这些都是很准的 那么 子 成 无 有 这些就是出现了 你的 另一半出现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呢 是下个星期啊 下个星期我们会讲另外一个 就是 姨卯 另外一个就是乙士 孤兰萨 也是属于孤兰萨 这个我们下个星期会讲 今天讲到四点就可以了 讲到四点就可以了 记住 我们下个星期会讲这个孤兰萨 那么你们 能不能够这样啊 能不能够 就是告诉那些没结婚的 没结婚的 结婚的也可以了 告诉我 告诉助理 你是哪个命 那我可以帮你们指点 有时候这样子啊 好 你是乙士 乙士有没有人 是乙士 有没有 没有 乙士的Facebook 快点回来 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对症下药嘛 你是乙士的 你看 你的言 言谈举止 鼻像猪 对不对 这个嘴像牛 我们可以这样跟你解释嘛 然后如果你有你的另一半 把他带来 那如果我转这边一下 就是 不要跟他在一起 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了 所以 一定有 六十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是你们的 一定要有一个是你们 你们喜欢的那个人的 下个星期我们讲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讲到乙士 固兰萨 有空去看一看什么叫固兰萨 你们就知道了 但是你们就算去买这本固兰萨 固兰萨白话文 也没用 会不会太多 太多 你们独牢 你们唐 吐 会很多 OK 来 你看 要讲到这个丙须了 到时候又讲很多的 会讲很多 我要讲六十个 讲六十个 哎呦 谢谢 为什么 因为没有啊 你们就听到很过瘾 在那边听 因为讲你啊 我不知道这在讲你 我们在工乡 我们在工乡 没关系 好